昨天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带领团队一行五人从浙江杭州出发驰援武汉 树兰医院紧急医疗队出征的医护人员大多2月1号中午12点多才接到紧急通知 集结了感染科重症监护室人工肝等科室的医护人员 此次驰援武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救危重症病人 此前浙江在危重症病例救治中摸索出了一套叫做四抗二平衡的救治方案 这一方案已经用到浙江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救治 现在住在这个浙江医院的危重症病人当中我们也已经用了 这个所以浙江到现在几个危重症病人都还留得不错 所以说要用医生态平衡来减少几个感染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 李兰娟院士表示前往武汉后 他也会继续与浙江的专家医护人员保持密切联系 听取病情变化 共同抗击